咱这冰箱里啊 可能会有这剩馒头 平时怎么吃啊 今天做一个经养让步 这馒头啊 一定我们要有耐心啊 一定要把它完全搓碎 千万别偷懒 这馒头块一大 就影响这道菜的口感了 馒头搓碎之后 直接加入肉馅 加上四个鸡蛋 加入一勺的生抽 五克的盐 下手 咱们把它抓匀 加上一些葱花 姜末 另外呢 我们再预备两个鸡蛋 加入少许的盐 加入一点温水 加入水淀粉 调匀的鸡蛋液呢 我们一会儿要做蛋皮 平底锅烧热 在锅底涂上一些色拉油 加入鸡蛋液 取 攀好的蛋皮 直接铺上肉馅 只需要将蛋皮粘过均匀 就可以了 捲好的肉卷呢 我们马入盘中 蒸锅上汽 蒸25分钟 下一个菜准备 咱这道菜啊 再给它配上一个油泼辣 首先呢 咱们预备一些 香葱 蒜蓉 辣椒面 盐 白芝麻 蚝油 生抽 醋 小米椒 油温 烧到六成热 时间到 关火 这酱汁啊 咱可以淋上 咱也可以配个小碟 您站着吃 担 咱们再摆